我是不是可以开一个徒手一个娃怎么做摆台的砖篮了呀 新手宝宝基本上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模具怎么去清洗 是不是用水洗 我是不用水洗的哈 不然的话会有水字 一般是用这种宽粘胶 然后那种细节比较多的勾勾赫赫的模具呢 我会买蓝丁胶去粘它 做摆台之前呢 你一定要查一下这个娃娃叫什么名字 有什么寓意 能帮助你去找适合的配件 今天这一款呢就是山海津系列的国潮古风盲盒 一般调查完它的背景之后呢 我就开始在大脑里面搜刮一下 我有没有古风的配件 个人感觉樱花跟古风还是蛮搭的 所以说我给它做了两朵紫白色的樱花 还有这种扇子的元素 还为了它专门买了一个新品 这个祥云模具 感觉跟古风的娃娃特别搭配 到组装的这一步我已经胸有成竹了 来一起看 来王者荣耀低交收纳摆台来了 单主给我系了一个手办 我先卖个关子 然后给你们个小提示 这两个配色呢 就是娃娃皮肤的颜色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猜得到 每次做底座的时候就特爽 有种行云流水的感觉 来第二个提示又来了啊 这个手办的皮肤跟音乐是有关系的 是不是一脸梦屁 剩下的配件我就给他做的都是花朵 因为女孩子嘛搭配花朵肯定不会出错的 昨天有一个刚入学的新学员问我 磨砂的质感是怎么做出来的 把我逗乐了 这取决于你买的模具 如果你买的是磨砂模具 做出来就是磨砂质感 就这么简单 像这个钻石还有后面的笔筒都是属于镜面模具 它拖出来你就能看到是亮晶晶的 镜面的模具一旦用起来不亮了 那就报废了 挡得当 主角闪亮登场 没记错的话 他是不是叫王昭君 拿到这个手办的时候我就在研究 哎 他是怎么要唱歌打败敌人 难道就像念经步骤一样 他一念啊 一唱 那个敌人就抱头乱窜嘛 我们家小助理说 你想多了 这就是一个皮肤而已 好吧 原谅我看不懂王者农药 但是我特别喜欢在朋友圈看你们 因为这个游戏骂人 就那一句一句小台词怎么那么搞笑呢 今天教你们空手没有啊 怎么做一个败胎 首先这个单主他是要暗黑缝 等一下 我们家狗回来了 我去给他开个门 既然是暗黑缝啊 必须得有黑色 透黑色 再给他来个深蓝色 透明的 整个大花脸熨染 没有主角 咱就给他制造一个九尾糊啊 他这个铃铛这儿 一定要捏一下 不然的话会有泡 先倒两杯有颜色的 再倒透明的 这样出来的效果就会比较好看 九尾糊很容易炸焦 所以我的解决办法就是 倒完焦之后 把它放进冰箱里 冷冻它一天 再给拿出来 珍珠围边就不用我焦了吧 就跟这个路灯一样 用焦枪给它呼一圈 然后按上去 一分钟以内 它就干透了 再把你想要摆上去的摆件 都用焦枪给它固定好 尤其是这个手机支架的位置 先试一下 确认角度没问题了 再把大珍珠给按上去 OK 我们来看一下成品的效果 这个就是暗黑 九尾糊 鼻桶 摆台 还有手机支架 还有小夜灯的功能 我的妈 太多了 一口气都说不完 小夜灯换不了电池 没电了 你直接给它拔下来 重新买一个新的插上去 就行了 两个光线 一个白灯 一个黄灯 我觉得黄灯才是YYDS呀 谁也不服 我就服网友的评论 说我做的东西 掉地上踢两米远都不要 这个玩意吧 它就跟爱情一样 你不要的东西 人家当个宝 你说到哪说理去 这没法说 上次就是因为这个配色 我说好看扣衣 不好看扣眼珠子 就那么多人 还把眼珠子扣出来 拍照片给我看 你们真是对自己太狠了 解答一个问题 有的宝宝说 嫁了我们之后 第二天发现我给他删除了 其实是根本就没有通过好友 就是你要看朋友圈的话 你得说一声 不然的话这边是不会通过的 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 怎么不过来 怎么不明白 有的人可能问一句 他就不见了 大家理解一下 还真有人问我做手工 每个月能赚多少钱 我要是跟你说假话呢 我就说我能赚多少钱 你以后也能赚到 我要是跟你说真话呢 就是你首先得把手工跟视频做好 钱就是迎刃而解 如果你手工视频做不好 那你钱想都别想 这个就是实话 我记得自己在二十出头的年纪 想问题也会这样 完全就是本末导致 觉得什么赚钱 我就去干什么 然后指定着能不能赚到钱 短期内赚不到 我就没办法坚持下去了 然后觉得都是项目的问题 其实这样的心态 就是做事情 东一朗头西一棒子 所以我希望来找我学习的学员 都是喜欢做手工的 只有你热爱做手工 即使短期内赚不到钱 你也能继续坚持下去 抱着这样的心态 你才有可能闯出一片天 这个不是鸡汤啊 但凡是创业成功的人 都能明白 我说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你细细品品吧 来挑战做1000个低胶盲盒摆台 单主说笔筒没有要求 让我自己发挥 一般这样的 我都会给他们选这个LV的笔筒 因为我觉得它做出来 就是贼有质感 底色我个人的风格 向来都是按照娃娃身上的颜色去做 娃是啥样 底就是啥样 这个大电话 我终于给它整出去了 买了一年多吧 就它这一个东西要10块钱 我觉得在配件里算是贵的 但是它这颜色真的不好搭 要不是这个娃 我普及还是用不出去 所以你们买的那种 颜色特嘎过的配件 别急着扔 留着 可能过几年就能派得上用场了 这盲盒的名字叫酒店经理 给它配一部电话不过分吧 旁边那个小兔子就是它的助理 想象一下 把这个摆台放在你的办公桌上面 可以放笔 然后可以当手机支架 那个小电话呢 我也没给它相似 你还可以拿起来假模假色的打个电话 挺好玩 还老多人看中了这个手机壳 也是我最近才出的新款式 掐指一算 我做的这种摆台 没有500个 也有两三百个了吧 来 今天用低胶给你们展示一副 泼墨山水画 这位单主 他就要黑白色系 不要别的 你别说我还真没这么整过 挺新奇 我这边不是收学员交手工吗 现在已经到第三期了 最近我就忙着在带学员 可能不会经常直播 但是啊 视频是每天必更的 有个宝贝天天在我视频底下评论说 沉浸式 沉浸式 我要沉浸式 宝儿 你看我那么久 你觉得我这张嘴闭得上吗 我连睡觉都张的嘴 看到这位单主指定了这个金醋 我只能说他太有眼光了 这玩意儿真的贼好看 鼻桶啊 也给我来了一个先例 说要透白加透明色 这磨砂鼻桶 我从来没做过这个颜色 做手工最令人上瘾的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你做了 但是你不知道 它出来是什么效果 你就很期待 然后脱模的那刻 你就超级满足 就好像花了几百万一样 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位单主 他几乎应该是 把我大部分视频都看了 才知道我有这么多 小模小样的一些东西 这个指定一个 那个指定一个 拼成了一个 独一无二的摆胎 就算以后别人要求 跟你做一样的 那他也是跟你学的 是不是 你们发现没 它这个底上有那种 银银的闪光 其实就是我放的细闪 但是在黑色的映衬下 它就显得熠熠生辉 我的妈呀 我太爱这个摆台了 就是有一种低调的 华丽的感觉 来 今天给你们用低胶 做一个七色彩虹底 哎不对 没有七个 一二三四五 五色 五色彩虹底 这个配色呢 来自单主机的泡泡马特 那个娃娃身上的 衣服的颜色 它要求了小夜灯 笔筒 还有美妆弹架 所以这就是一个 美妆收纳摆台了 上面的小配件是基本不指定的 都是我按照摆台的颜色去给你们搭配 有学员问我说 笔筒为什么是在倒胶了之后才放上去 因为如果你在倒胶之前放的话 可能会有不平的现象 我一定要强烈给你们安利一下 这个小夜灯 当它打开的一瞬间 这泡泡马特的娃娃 就显得格外的治愈 它们好像就生活在另外一个 没有烦恼很快乐的世界里 当你盯着它们的时候 就感觉烦恼也随之消除了 如果大家留意的 一会订阅 我希望你也会 我 我